欢迎收看两岸一定旺之关键 2018月到年底 这选战是越打越火热 国民党的台中续长参选人 卢秀燕的竞选团队 就指控了台中续长林佳龙 用餐会的形式 免费招待了300多位的选民 这个吃大餐 伴说的菜色有龙虾还有生鱼片 是海陆大餐的规格来招待 涉嫌会选 也拿出了照片佐证 连这前法务部长罗英雪都说了 续政明确 林佳龙团队现在要提告 这台中的选战从空污打到了会选 这选民会相信谁呢 而除了台中这北台湾 也陷入了白绿乱斗 这青绿的作家吴翔辉 刊登了全版广告 内容又是冷饭热炒 指控这台北市长柯文哲 涉入了器官移植的争议 这柯文哲也不怕泥巴战 暗指力挺姚文志的姚仁多 可能是幕后的黑手 而且呢会影响选情的 还有这个以和养绿的公投 被中选会不断的刁难 难道这个也是选举的奥波吗 今天都会有深入讨论 在讨论之前呢 先来介绍一下 今天的来宾 有资深媒体人谢寒冰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国民党立委王玉敏 大家好 台北市议员徐庭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前国民党发言人钟佩军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晚安 前新北市府发言人叶仁之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我们说到选举还没有到 越来越接近 不过现在居然传出有人会选了 是真的吗 我们来看一下 在台中这选局非常的焦灼 龙焰争霸又出现了新的战场 现在新的战场 从空屋跑到了会选 不过台中人会相信谁呢 我们来看一下事件发生的时间 7月20号到21号 在台中许长林佳龙到黎山地区 来参加他的选举造势活动 不过我们看到这个会场 非常的热闹 支持的民众好像也不少 不过其中有一个这个活动的主持人 也是跟这个林佳龙关系蛮好的 帮他主持整个活动 他就说po了一篇文章说 今晚这个成立支持市长连任的 大黎山地区后援会 从一开始预计原来只有150人 不过现场几近了300人 而且他还说 这是我的主持人处女秀 今晚真是丰富的海陆大餐 这关键字出现了海陆大餐 后援会来这边做一下支持 为什么每个人桌上我们可以看到人山人海 而且桌上全部又有海鲜 又有我们很丰盛的这个佳肴 感觉是宴客的这个形式在招待大家 而且重点是现场还有人挥舞这个大旗 这个大旗是连任的旗帜 最后林佳龙是拿的酒杯 这个逐桌地去敬酒 拜托选民来支持 这个到底是后援会 还是说要请这个所有支持的民众吃大餐 这个会不会有拉票的嫌疑 会不会有会选的嫌疑呢 当然这个我们说林佳龙也说话了 他说这个是离山后援会 自己办的这个成员聚会 主办单位也提醒大家了 如果你不是这个会员的成员 也不应该进来 所以以免涉及步伐 而且这些 他刚才说这个对手选择 就是我们这个卢秀燕 忽略里面的一些细节 认为是一种抹黑 而且认为这个不实的指控 他一定会来提告的 所以我们说这个选战打得非常非常的火热 但是我们看 卢秀燕在这一边 基本上他不但指控说 我们这个林佳龙先生有可能会选 而且他马不停蹄 也跟这个我们说 这个新北市长的这个候选人 胡友宜 一起来观看这个灾难电影 全面埋伏 而且联手打击这个反空污牌 一起来提倡这个空污的这个观念 而且他讲说 13个欧洲国家在2030年 要废止这个火力还有燃煤发电 基本上这个民进党 到底有没有把这个 他山之石听进去 有没有听进这个人民的心声呢 所以不管是从汇选 还是从这个 我们说这个空气污染的问题 我们看这个 卢秀这一次力道蛮大的 不过我们说这个台东市长 新闻局 台东的这个新闻局长 卓冠廷 他就说了 其实你说空污的问题一直存在 那我们这个市长上任之后 也勇于去面对 问题是这空污问题 已经存在那么多年了 为什么有些这个候选人 到了选举的时候 才来提这个问题 是不是想要用这个问题 来拉一些这个选票呢 是不是真的关心我们台东选民呢 台湾哥你怎么看 我们说这个台中 空污的问题原来是焦点 原来是最严重的 现在从空污又爆出了 这个会选的这个风云 你觉得台中市的这个选民 现在到底会相信谁 是你说他这个后援会 举办的这个参会 那林佳龙去的话 到底算不算会选 这当然要有相关的司法单位来认定 可是我是觉得很纳闷 因为这个林佳龙方面的说法是说 这是离山后援会 置办成员聚会 对 这个听起来就有点奇怪 为什么 因为林佳龙本来是因为 公务行程到那个地方去 然后人家就置办成员的聚会 这个后援会就在那边等着他了 要吃这个餐会 那如果非成员不应入场的话 那林佳龙 你是不是这个后援会的成员 那你自己是不是也不应该入场 那好这个我们先不要去提 但是我觉得很好笑的就是 因为他本来预计只有150人 结果后来涌进了300多人 那请问一下 后援会的成员应该是有定数的 你是现场报名参加吗 不然怎么会一下从150人 人数怎么会琢磨不定的感觉 人数应该是固定的啊 后援会的成员应该都有明测的嘛 那当然你们也许不一定要缴会费 但至少是大家公认你是我后援会的成员 那你从150人突然之间变成300多人 这到底怎么跑来的 这些这个多出来的一两百人到底 是不是你后援会的成员 如果不是的话那是不是会选 如果是的话你们是现场接受报名吗 还是这些突然之间得到通知才来的呢 这听起来是中间有很多 让人家不可理解的地方 那我也必须说啦 到黎衣山他们上面 脸书上面自己也讲 是台中最接近天空的地方 到那边去吃海陆大餐 真的是不错 很享受 难怪吴英宁一直要提倡那个冷练 因为没有冷练的话 绝对吃不到海陆大餐 恐怕全部都要食物中毒 所以我觉得林家隆这件事情 我说真的 真的有必要去查 那我觉得国民党 现在应该走上司法行动 那我觉得这个就等待司法来认定 但台湾最糟糕的一点就是 所有的会选 基本上在选举前都是查不出来 基本上都是这样子 所以也不必太期望说 这个东西会对林家隆造成什么伤害 那而且我也必须讲 根据我在网路上看到的反应 其实大部分人对这个不是很在乎 我必须说台湾绝大多数人 其实对会选没有那么在意 除非是非常夸张的一个行为 像这种请吃饭这种东西 我觉得当地人恐怕也不觉得怎么样 那我觉得卢秀燕恐怕还是要专注在 真正的市政议题上去打 才会有用 那比如说 泽冠廷他的回应就是说 林家隆上来已经勇于面对 过去政府未重视的空污 那我必须讲 其实台中过去的空污 并没有这么严重 是这几年越来越严重 那当然你也可以说 有中国大陆一方面 他们的雾霾的影响 但是台中自己本身 所产生的空污越来越严重 是个不争的事实 所以我觉得政府真的应该要去 诚实的面对 你是不是还要 让火力发电在台湾 占这么大的比例 那是不是要全力去做这样的事情 更不要提 现在全世界 天然气跟煤炭 价格都在飙高当中 尤其中美贸易战之后 煤的价格已经飙了40% 因为为什么 因为中国大陆是用煤搭户 他自己要减少自己现在内部 他们内部生产的煤 所以他必须要跟国外买更多的煤 那国际的煤价波动是更厉害 那同样的 因为这样的结果 以前对我们来说 煤至少比较便宜 现在连煤价都要上升了 所以这个对台湾来讲 不是单纯一个能源问题 还有整个经济大战略的问题 这个还有空污的问题 这对政府来讲是环环相扣的 那当然我觉得 如果是这么大议题的一个东西 恐怕就不是卢秀燕 他单纯一个台中市场参选人 所能够提出来 而是国民党要有个集体的战略 可能要统一整个党内的口径 提出一个真正完整的国民党 未来应该怎么样去面对 这些能源政策 还有空污政策 我觉得这才是国民党 要打好选战的一个方式 这件事情爆出来之后 基本上台中市府这边也说 这个对手是在打这个乌贼战 就是把所有事情混在一起 就是互相指控就对了 我要问一下这个玉民委员 你看我们台中的议题 从这个空污现在讲到了 这个汇选 但是我们卢秀燕 还是没有忘记 这个空污的问题 持续在关心 好像他的策略 方法好像开始改变了 而且有说指控汇选 其实这件事情是蛮严重的 你觉得他的方法 是不是在改变 现在已经有一点反手为攻了 对我觉得选战打到最后 其实两阵 如果交锋非常激烈的话 那这一种指控 这个对手阵营 是不是有汇选或是有些违法事项的 这样的事件一定是 各自阵营里面都会去收集一些证据 然后如果一发现的时候 一定就会丢出这样的议题 所以早期台中的选战 从空污的议题打到现在 空污这个主轴并没有改变 因为台中人很有感 就是每天早上起床 就是要看说今天的 有没有看到太阳这样子 如果没有看到太阳 雾茫茫的 大家就知道说 这个今天的空气可能又是不好了 所以空污的议题一定是 一直打到11月24号投票那天 这个是卢秀燕他会紧抓着 而且不会去放掉的议题 因为台中市民太关切这个议题了 那他们也希望说 如果换另外一个市长 是不是可以让整个台中市的 这个空气品质是可以大幅的提升 因为林家王不太敢做嘛 他现在其实是 整个中央地方都是 民进党执政的情况底下 他也不敢叫台中火力发电厂 真的降载多少啊 我跟各位报告 7月17号的时候 当时这个整个AQI指数 已经达到190的红灯 结果整个台中火力发电厂 你知道他降载多少吗 5万千瓦 就是降载的比例只有0.8零 为什么 因为天气还是很热啊 所以还是要火力全开啊 那中央希望火力全开的时候 你认为地方的这个台中市 他就只有配合的份嘛 所以他真的没有办法做出大幅的改变 那如果换一个政党 如果变成是国民党的话 那可能就不一样了 中央有你的供电需求 但是地方也有空气品质的需要 所以台中市民在这件事情上 他会做出自己的判断的 那另外一个你说 会选到底有没有 事实上国民党现在也已经正式去提告了嘛 就是说请检调要进来这个调查 罗英雪都说这个事情已经很摆明了 检察官要查的话应该很容易 对 那我们现在是希望说检察官要积极的查 不要像刚刚韩冰讲的 就是说办案有快跟慢 有重视跟不重视 你如果缓查的话 那就是一直查嘛 不会在11月24号前去做任何的宣判跟处理的 那这件事情只要拖过11月24号 那国民党提告 那我猜对手也会提出一个反制说 那我也告你 那就两边都告嘛 就变成是一个模糊 然后他就一直说我没有 然后国民党一直指控有 那检察官那敢不敢办案 我觉得多数是不敢的 所以他会把这一个议题就是留到选后 再来做出到底有没有会选 但是那个时候只能说都已经选完了 选完了 所以即使有或没有都是选完了 但是这样子的一个图片 大家扪心自问 这样的图片真的好吗 只要挂上后援会三个字就免疫吗 我们后来法务部定的要端正选风 不是告诉大家30块以下吗 不管你办任何活动 你送小的原子笔 你送小的这个风扇 都要在30块以下 目的是什么 希望大家在选举的过程不要铺张 也不要浪费 也不要试图要用一些去 齐约会选的方式 然后让大家吃大餐 然后去保证自己当选 而且蔡英文 他在2016年1月 他自己当时公开表示 他说每次选举到最后阶段 看到很多用钱的事情 请客吃饭 变相的免费招待旅游 都是瓜田里下 他今天是民进党的党主席 他自己应该要很郑重的去对他的党员做出约束 特别是现在很多他们是现任的 他有现任的资源 那现任资源老实说那是灰色地带 如果他要用这一些行政资源 然后去做这些事情的话 他可以说我这是在做市政活动等等之类的 所以我觉得民进党不要说一套做一套 当蔡英文你2016年讲得那么大声说 不要去用这些钱来做这些变相的 会选的事情 那请大家看一下 到底台中这一场像不像 蔡英文口中所说的花大钱 然后都是来做变相选举的事情 是我们说在台中要打选战的话 当然空物的问题要紧抓不放 因为这是台中的所有的市民最关心的点 但是我们看卢秀燕 其实他这一次也拉出一张王牌 就是跟我们这个新北市长 就呼声也蛮高的这个侯友宜参选人 也一起来关心这个反空物牌了 这个袁智英怎么看 这张牌你觉得对于卢秀燕 还有对于这个侯友宜新北市的选情 彼此会有拉台的效用吗 因为现在大家都真的都蛮关心空物的问题 台中的朋友跟我讲一句话 他说你在高速公路上面坐车 其实你不太需要看路牌 你只要看到这个空气里面灰蒙蒙的 就是台中到了 那台中现在的空气污染 真的是还蛮严重的 大家出门小朋友一定都戴口罩 而且你去晒棉被 抖一抖灰尘又掉下来 所以大家一般也晒棉被的时候 也会特别注意 那我们现在就是担心说 今天的新北会不会就 未来的新北会不会就变 今天的台中会不会就变成未来的新北 也就是说新北市的空污 会不会像今天的台中一样的严重 所以在新北市甚至大台北地区我们现在主打一个议题就是反深澳电厂 因为我们在很多的证据或是研究报告都指出 深澳电厂一盖下去所带来的PM2.5会是现在的三倍多 那PM2.5为例子就是造成空污的最主要的来源 那我们也看到台中为什么它的PM2.5那么严重 也就是因为台中有一个火力发电厂 那目前在林家隆的执政之下呢 火力发电厂有九部发电机 那现在是火力全开 所以会造成PM2.5一直非常的严重 那小英总统一直喊非核家园 那非核家园 那你举出来的具体的政策到底是什么 如何可以不要再牺牲我们下一代健康的情况之下 又可以保证台湾供电无余 这一点其实大家应该要好好的检视民进党 的政府那回到刚刚讲的那个会选 其实我觉得刚刚当然对于会选到底是什么 这个近代司法调查 可是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是蛮特别 因为这件事情为什么会揭发 主要是因为主持这场活动的主持人 他刚好是市长式的秘书 他把这个脸他po一个脸书就很高兴 他就是说今天主持人 他是没有想要事情的后果是不是 他觉得这个是一场盛事 他很高兴因为他可能从来没有主持过 所以他 可能最后一场 也可不可以是最后一场 所以是个人打卡就对了 台路大餐 所以他就把 而且还称赞那天的菜很不错 就是把那个撒西米什么都运到 我们这样看也觉得很不错 就是一个蛮大工程 山上也有海鲜可以吃 他可能觉得很得意把它po出来 但我有看到一个网路上流传一个影片 它有萤幕 它有萤幕是讲说 大家讲好了不要po影片 那如果说这个是一个后援会的活动的话 那照道理讲 如果我的后援会办活动 做一个记录有什么不对 我一定希望不只是做记录 我还要宣传 代表我冷气很旺 这么多人听我 这么多人听我 代表我冷气很旺 那为什么会在私底下讲说 不要po影片 你到底在鬼鬼祟祟是什么 你为什么会怕人家知道 如果不是这位租队友吧 是迎接吧 可能大家也不知道说 原来在山上有这么丰富的一场盛宴 可以参加 大家记不记得几年前那时候 新竹市 国民党有一个立委参选人 他是参加了一个国民党办的感恩餐会 他也没有穿背心 没有灰旗 没有喊动算 就只是到场而已 结果民进党是怎么去批评他 就说这就是会选 那个候选人讲说 没有啊 我完全没有进行选举活动 可是民进党的柯建民说 你完全没有法治观念 那这一场活动又有喊动算 又有灰旗 林家荣还上台 难道这不是选举活动吗 所以民进党 这就是一个很讽刺的双方标准 更讽刺的就是在2010年 那时候林家荣跟胡志强 在竞选市长的时候 林家荣居然还搞了几百个律师 要十个律师 要成立一个抓会选的大队 那这样看起来 这几个律师除了要抓人家会选之外 可能也有提供林家荣 如何规避法律的一些见解 所以林家荣才会 这么大剌剌的在山上宴客 还可以说这没有会选 所以民进党要好好面对 他们自己的林家荣的问题 当然在这个选前 像韩明哥讲的一样 可能这件事情就是没有结果了 不过到底对这个对手 林家荣会不会有攻击力 那个佩君你怎么看 我们说这个海陆大餐 照片都出来了 那这个林家荣第一时间也说 你不要抹黑 这不是台中市民所乐见的 但这是不是抹黑 其实照片一放出来 大家心知肚明 而且其实看得蛮清楚的 你觉得这个对于林家荣来说 真的没有伤害吗 其实我像是这个宏廷跟我 还有人之现在都在选议员 你知道我们这种地方 是你少选举选议员的人 这个面纸八抽还是二十抽 一次做一万包还是两万包 天天都在为这种几毛几脚哭闹 你不要说那个礼品上限三十块 我根本送了礼物 连五块钱都没办法超过 因为没有那么多资金 过去大家讲到蓝绿的时候 很喜欢说就是有钱的国民党 对上穷穷的民进党 要跟各位报告 这个情势到现在 已经完全不是这个状况 我们林家荣这个市长 这个理财非常有道 监察院申报财产 他个人的财产有三亿 是全部的县市首长里面最有钱的 那也代表他很有这个赚钱的能力 那我们也很羡慕 他有这样充裕的银贷 那募款的部分就更不用说 那是另当别论 所以虽然这个礼品上限是三十块 但是我必须要说 绝大多数的候选人 根本碰不到那个礼品的上限 因为你要送我礼物 不是送一份两份十份百份 那都是万几十万份这样在送 所以门槛其实在那里我也碰不到 所以更不要提什么 生鱼片海陆大餐 我刚刚在打去说 这个很高兴的这个秘书 说他是第一次主持 恐怕也是最后一次 因为他把这个不能说的事情 说出来还讲得这么大声 林家隆团队 这个这一场参会 到底算不算会选 其实民众自己从几个标准来看 我们不是专业法律人 从一般的常识来看就好 这个参会里面 是不是只有林家隆到 是不是只有林家隆的团队到 现场是不是也挥了大喜 要喊他连任 要大家呼吁大家要支持他 这不就都构成了会选的要件了吗 更不要说2005年的时候 林家隆的团队就已经有人 因为办参会判刑确定 所以林家隆应该比任何人都清楚 参会请客是构成会选的要件 他应该比任何人都清楚啊 因为十几年前他的阵营里面 就有人做过类似的事情 而被判刑确定了嘛 所以现在我觉得更荒谬的是 台中市政府要来这边诡辩说 这个后援会都是我们的团队成员 所以不构成会选 这一套诡辩如果构成的话 从此以后中华民国再也没有办件 会选案可以办了 我举办任何的餐会 我就在门口摆一个长桌 欢迎加入后援会 然后我们再入座吃饭 我要发走路工之前 我就欢迎先加入后援会 我这个是发给后援会成员的感谢金 不是买票 是感谢金给后援会员工 他这个说法如果过去的话 真的是从此大家都不用再管会选这件事 没有会选啊 人人都是后援会 大家知道在选举的时候 我们会广发一些聘书 地方上面有一些地方人士啊 或是那个爱心妈妈 志工热心服务的 我们都会发聘书给他们说 他是我们的后援会成员 所以照这种标准 如果我把整个选区里面的选民 统统纳入变成我的后援会 聘书随便我印啊 那我是不是要送什么礼物 再也没有任何法条管得住我了 更不要提他们这种 是县市首长级的选举 还会成立妇女界的后援会 律师界的后援会 医师界的后援会 哇 这样所有各行各业 通通纳进去 都是会员后援会的成员 那要不要还要不要规范他 那真的是开了一扇超级大门 他爱怎么送 爱怎么买 都随便了 是这个意思吗 台中市府在说这种 诡辩之词的时候 自己都不会脸红 我也蛮好奇的 我觉得他是在表达 他对领导的问题 也就是说把他的焦点 适途的转回去所谓的迷逼板 然后转到所谓的律迷的 独态跟他所谓的内部 这样的一个分别的问题 那转到这样的一个部分 这里面有两个好处 第一个部分就是 边缘化军走分 第二 见尖也边缘化妖威 然后让他的挑战 直接是提供到 两个地方 除了台中的选情 打得非常火热以外 台北也在白绿大战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科匹又有事情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次科匹被人家说 跟器官移植的争议又扯入了 而且这一次讲话的人是谁 是青绿的作家吴祥辉 基本上他指控柯文哲这件事情 柯文哲当然有反击 他就说基本上这个吴祥辉 就是拿钱帮人家做打手的啦 当然吴祥辉啊 非常的这个不甘这种指控 马上去我们看这个地院外面 也是按铃控告诽谤了 而且重点是 当时在这个质询的时候 那柯文哲也说了 他就说 怎么又出现这件 这个冷饭热炒的事情 当初在多年前他就已经解释过 拿出证据了 现在又在讲一次 而且他当时就讲出一个人的名字 就是姚仁多 他说是姚仁多请假吗 不过我们说姚仁多第一时间 他有出面来做一些回应 他说科匹 如果你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 也这样指控我的话 这样子不是跟你厌恶的吴祥辉 是一样吗 感觉这姚仁多也在做切割 而且他还说什么请假不请假 我是挺姚仁次没错啊 但是我去姚仁次那边给他意见的时候 我都是在下班时间 我都是骑摩托车去了 自己还po出了一张照片 有点模糊啊 就是他骑的机车的背影啊 就代表说 我是挺姚仁次没有错 但是我绝对没有用什么奥布啦 不过事情一传出来以后呢 这个姚仁次竞选团队 当然啊 大家都有回应 这几天啊 各大这个政论节目 大家都看到 都在讨论这个议题啦 我们现在看这个姚立民就说 这个科匹当年在内部的会议 没有直接回应 这个器官移植的问题 到了现在还是不愿意讲 那我相信柯P应该觉得鬼打墙 因为他觉得他自己 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 好 重点是 王世坚也讲了 他也是这个姚文智的 竞选团队的总干事 他说我们当时 对柯文哲的检验疏忽了 现在不好意思 柯P你要出来讲清楚 为什么呢 因为你现在强大了嘛 对我们这个民进党有点不利 所以关于你这件事情 不好意思 你把细节交代清楚 好 另外的话 也是这个姚文智的 竞选团队的副总干事 简书培 他也说讲清楚 包括这个器官的事情 全部出来讲一下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次其实在 众多声音之中 其实这个姚文智的阵营 里面有讲说 基本上我们已经改变了 我们的这个竞选的策略 可是吴祥辉 我们也不知道 他搞什么一回事 突然出这一招 基本上是打乱我们的 选战的节奏 基本上这个姚文智先生 也是遭受到驰鱼之殃 感觉又是切割 而且感觉是说 提这件事情的是猪队友 可是大家看一下 他上面团队 哪一件事 哪一个人 不是一直反复在提这件事情 而且一直对这个柯P 一直指手画脚的 不是每个都这样吗 不过这时候我们要看一下 这个绿营这边 跟我们这个白色力量 斗成一团 但是我们的国民党市场参选人 丁丁 他也是对这件事情 发表意见了 他说每件事情 都要说清楚讲明白 但是好像这段时间以来 大家比较没有听到 他的消息 也有人从这件事情说 丁丁去哪里了 怎么好像没有存在感的感觉 童丁你来看一下 我们说这件事情 从头到尾 到底是反复的 这个为了要抹黑 为了要选举 出来故意操作的毁谤 还是你觉得另有引擎呢 我觉得刚才讲 就是这件事情 我们很持平地讲 他的这个写书的作者 他的原意 其实他没有在描写 柯P做任何事情 柯P在这个书里面 他的角色是什么 是一个配角 那柯P在这个角色里面 他其实强调的是什么 就是他强调他有耳闻过 这样的一个事情 根据他的一些经验 他甚至有可能 就是有参与过 可是他应该不是仲介 因为我相信 以他过去在台大 这个医师的这个角色上面 包括七万监政小组的 这个部分 或许或多或少 因为真正要救人的时候 或多或少都会有 接触到这样的一个相关 这样的一个状况 只是坦白讲 这个部分在法令上 目前还是不被允许 所以也就是说 今天应该要看 瑞营的质疑点到底是什么 瑞营的质疑点是 如果今天所谓的这个 或者是应该讲说 所谓的这个独派 吴祥辉今天如果质疑的 就是说柯文哲你仲介器官 你为什么没有讲清楚 这件事情我觉得还不对 吴祥辉就不对了 很简单 因为过去的这个作者 也证明了 就是说柯文哲 他没有仲介器官这件事 他可能是这个小组里面的 吴祥辉是不是像柯P讲的一样 真的是幕后还有一只黑手 我不应该讲说 他幕后还有一个黑手 我只应该讲就是说 当年的这些 我们大概讲 过去我们跟柯文哲 这边是所谓的竞争的关系 那这些跟柯文哲 所谓是合作的关系 那他们现在开始 对柯P有点说 由爱生狠 可能是因为被骗成身体 所以打的这种力道 是比较强烈一点 那当然会把一些 成年就爱拿出来打 可是你的关键点 跟你的重点到底在哪里 就你质疑柯文哲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在你的主轴到底是什么 你今天如果是针对 他仲介器官这一段 那这本书里面 完全没有写到这个部分 但是如果你是写说 你身为一个医生 你有参与过这样的一个过程 你在法令跟法条之间 还有道德的这个部分上 你的相关的选择是什么 那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讨论的 所以也就是说 在这个力道上面 该这本书的这个程度上 大家先注意一点 就是说这本书的作者 跟这本书的主题不是写柯文哲 他只是一个证人的身份 来讲出他过去所参与过的一段经历 所以在解释这个过程之中 我应该这样讲 就是拿一些 是是而非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所谓的证据 然后用一个错误的角度切入 就是吴祥辉现在在做的 这样的一个事情 那只是柯文哲我觉得他大可 柯文哲大可用一个 比较公开的态度的讲 就是说当年作者访问我的时候 我其实在讲的这个状况 我是在描述怎么样 那到底是所谓耳闻呢 还是我们真的有曾经参与过这样的事 那坦白讲 我认为参与过也不是所谓的坏事 因为坦白讲 你可以讲就是说 你当初是因为在人命的考量上面 所以你选择走到所谓一个 到了走到一个法令上的灰色地带 而所谓的这个法令灰色地带 在台湾其实说老实话 去关捐赠的这一个部分的这个法案 其实一直有很多社会大众 跟国际社会都在讨论这件事情 那他能不能讨论 他是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议题 他未来会不会有更 我们做的deregulation 就是说做法令上的样的一个松绑 能不能做到这些事情 我觉得他大可用这样的一个态度 去谈这个事情 比较符合他首度市场的格局 可是你选择用一个酸的方式 就是讲说是不是亚伦多请假了 这个部分 我觉得他是在表达他对小英的不满 也就是说把他的焦点 试图的转回去所谓的民进党 然后转到所谓绿营的独派 跟他自己内部的这样的一个纷争里面 那转到这样的一个部分里面 有两个好处 第一个部分就是什么 边缘化丁守宗 第二间接也边缘化姚文志 然后让他的挑战 直接是挑战到小英的上面 那这个在所谓的选担策略上 跟攻防的策略上 我认为是一个比较高明的方式 只是但坦白讲 我认为对于一个首都市长 其实坦白讲丁守宗讲的很清楚 就是说这个质疑的过程 其实我们在抽试拨减的过程当中 我们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你大可用一个比较open 比较开放的这样一个方式去面对 不用就是说用这种 所谓选举攻防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你去讲就是去扯到姚文志 去扯到所谓姚仁多 然后再去讲就是说 他来做这什么什么什么这个部分 那其实我倒觉得不用 这个部分我想补充一下 因为刚刚主持人特别提到说 丁守宗的角色在这个事件当中 会有什么角色 他当然不会有角色 因为这个事件很明显 其实是绿营的这边 想要试图来反制柯文哲 但是我觉得他们可能选择了一个 不是很高明的方法 就是把四年前的东西 再拿来就案重炒 那我觉得这个是柯文哲跟绿营的问题 那我们很希望的是 丁守宗正宗其实很希望 是回到市政的议题 包括最近你看到柯P 他在讲这个低市场的改建案 他现在我觉得他越来越政治化 没有把他专业的高度拿出来 他在回呛这个文哲的时候 就说你懂什么 你其实大可以 你如果认为你的版本非常好 那他应该把他的版本拿出来 完整的讲出来 讲出来 还有像丁守宗一直邀他辩论 他也不要 他不要在市政上做任何的辩论 他只想要做政治操作 因为他现在的确民调上是领先 所以他想要稳稳的这样子领先 然后走到11月24号 然后在政治议题上呢 他现在也热衷于 就是说去反击这个绿营 民进党想打他 他也要适度做一些反击 所以你看这些都是政治性的语言 这对一个首都的市长格局来讲 你政治的语言太多 政治的动作太多 我个人觉得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我很希望这一场首都之战 大家回到政策上来辩论 因为包括丁守东他之前提出一些 就是他的一效一功托也是跳票 他的公仔政策 也没有完成两万户 这一些所有该市政检验的 应该回到这个主轴上来 我们也很担心说 台北市长的选举不要选歪了 就是好像最后变成 是抹黑大战的时候 那真的是太可惜了 就要变成是回来 大家彻彻底检验 柯文哲他是不是当好四年 市长应该做的工作 特别是这一阵子 其实整个市议会在咨询他 我觉得那个焦点 很多市议员的质询 我们希望回到真正的 跟市政非常有关的主题上来 这样子才可以让柯P 真正去回应 他的专业能力到底有多强 还是他就只是一个被过渡包装 年轻人吹捧的一个首都的市长而已 海明哥你怎么看 这次绿营出这一步 这个柯P他就直接就是暗指摇人多了 你觉得他这一步有走赢吗 那如果我们假使说绿营这一步真的是设计好的 现在也做切割了 你觉得现在在柯P的这样子的回应之下 这个绿营的火是不是烧到自己身上 其实我觉得假设这真的是民进党的策略 假设真是幕后黑手就是民进党的话 那这一招真是笨到一个离奇的地步 因为这个东西我都知道 四年前我都质疑过柯文哲 你是不是要出来说明过这一点 但是后来我们看到整个情况的发展 柯文哲确实没有涉入过什么东西 实际上当时作者也曾经出来说明过 那个Eason Gottman也曾经出来说明过 所以还有什么好去质疑的呢 这是一个国民党四年前打过 然后都已经证实无效的东西 结果四年后民进党居然拿出来用 其实已经证实了民进党对柯文哲真的没责 所以只好乱打一通管他了试试看 然后找了吴祥辉出来做这样的事情 那当然吴祥辉本人是不是民进党找的我不知道 因为他说他有钱的要命几十几百万 随时都拿出来 甚至还问柯文哲要不要跟他借 那我就觉得柯文哲你就大方去跟吴祥辉 反正你现在不是没有钱吗 但是我必须说姚恩志现在很惨 为什么呢 因为虽然他的谋事姚恩多 其实已经主导了整个说 要跟这件事情做切割 可是呢他的租队友不放过这件事啊 你看包括姚立民王四间减书本 全部都他竞选团队人 两个副总干事一个策略长 那我真的觉得很好笑 那最让我觉得好笑的就是 你要知道这三个人 四年前是帮忙柯文哲护航的人 尤其姚立民怎么好意思讲这句话呢 当年国民党在打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在质疑这件事情的时候 是你一直在不断的帮柯文哲辩护 结果你现在告诉我说 柯文哲当年在那部会议没有直接回应 那人家都没有直接回应 然后你就出来帮他辩护了 那你这个人到底在干什么啊 所以你这个人在你的心中就是 没有任何四辈子 然后你支持谁 谁说也就是对了嘛 是这样的意思吗 姚立民怎么好意思出来讲这种话 我真的觉得亏你还当过教授了 你怎么敢讲这种事情 然后王世坚的回答也很好笑 我们当时对柯文哲的检验似乎 因为他只是自己人就不检验 你真的好意思讲这句话吗 我跟他其实另外一个 你们没列出来检于燕 他说四年前他觉得这件事情是 蓝营故意乱放消息 现在四年后他发觉真相不对了 觉得柯文哲出来解释 你们这些人真的要不要脸啊 现在发现蓝营当初放出来消息是正确的 是 我觉得真的很好笑 这些什么好意思出来讲这种东西呢 大家辛辛苦苦在做联组 去表达意案 一切合法跟合程序的这个状况下 居然还可以无耻到用准备的 这十天的这个作业时间 还要再加七 所以对不起你已经超过时间了 这种烂招中的烂招 这样子的一个部分都可以去做 所以我真的觉得民进党真的在台北市已经完全一筹莫展 所以呢才搞出这种大乌龙事件 老实讲如果他们真的笨到继续跟着吴翔会去走 继续在战争节目上发酵 我老实说除了取得他们自己同温层之内 大家互相抱着群奶 自己讲到自己嗨之外 其实对他们选票反而是大损伤 而且不只是市长选举 甚至连他们的市议员选举都会因为这样被拖累到 所以我觉得民进党如果你真的这么笨的话 我相信国民党是乐观其成 你们就继续这样去做好了 那丁守忠我个人也是认为 他根本就不应该牵扯进这些案子 甚至呢我甚至觉得说 任何质疑都应该说你怎么讲明白 我都觉得丁老师不需要去讲 你就让他们去狗咬狗就好 那他们自己的事情 丁守忠的强项是什么 丁守忠的强项绝对不是当网红 也不是跟人家口水战 这些都是丁老师很弱的地方 我老实讲我认识他快30年了 所以呢丁守忠要的就是什么 回归到他最擅长的市政的规划 然后清楚的说明所有的政策 如何执行预算怎么出来 其他相关的步骤怎么去做 用这种方式去跟柯文哲去打 而不是用这种每天爆个料 八卦口水互相奔来奔去 这个对他完全没有意义 那柯文哲其实这反而是他最擅长的领域 喷孔水一直都是柯文哲的强项 所以柯文哲当然乐在其中 然后去跟姚文多去耍这个嘴皮子 老实讲一点意义都没有 那实际上他还批评姚文多说 你逻辑不通 我指的又不是你 我就说你请假了我才指的 那问题是实际上 我觉得姚文多讲的逻辑没有错 实际上因为柯文哲指称的是谁 就是姚立民王世间减速培这些人 不就是吗 真的就是你民营党在后面操纵这些东西 所以我拜托 其实民营党还有另外一个人更好笑 叫王威中 威中他一开始第一时间 他就翘在说民营党做这种事情 根本就是丢脸 我们怎么可以做这种事 然后两个小时之后就把文删掉 因为他发觉骂到自己也不太对 那所以呢 民营党我老实说威中这个做法 我认为他至少算是有点良心的 还会这样做 那至于姚立民王世间减速培 你们真的是让我觉得 这个当政治人物有必要当得这么不要脸吗 我们说现在绿营内部 他们现在选举的政策打得很矛盾 打得很乱 不过呢我们的小英总统对于国家大事 好像所有的施政概念 有一点混乱跟矛盾 带你来看 我们说这个影和养绿的公投案 大家都非常的重视 但是呢 一进到了这个中选会这边的时候 出现诸多的矛盾 还有刁难 包括了他对于他的内容认为说 这个基本上呢 这个公投案呢 里面违反了一案一例的事项 而且所有的描述文字都不客观 没有中立性 必须还要再列这个理由书啊 而且最后呢 缴交的时间中选会还说 因为我们里面的人手不足啊 所以你缴交的时间 必须要在八月底前就缴交啦 不然的话我们人手不足 没有办法帮你及时的话 你这个案子是没有办法成案的 所以大家都觉得说 中选会为什么会对于这件事情 百般刁难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中选会的主委 钱英里他也讲了 因为如果要绑大选的话 必须要在选前 选前这个选举日的一个月前成案 最尖尖的时间是10月16号 不过呢 因为要包含10天的作业时间 还有这个30天的查队时间 最晚要在9月6号 也就是明天了嘛 不过要扣掉我们收件 还有处理的时间啊 所以八月底成要递案 才来得及绑大选啊 大家就觉得很奇怪 我记信的时候不是凭邮戳 我记出的那一天为凭吗 怎么现在变成你人手不足 也变成是其他人的问题了 这个是不是百般刁难呢 不过我们说到 一样是这个发电的问题 小英对于核四燃料棒 就非常积极了 我们看到今天第二批 在凌晨的时候呢 已经把第二批的蓝料棒 从这个基隆这边的这个外港 直接已经送出去了 而且重点是 都还没有找到买家 就急着 已经把这些东西都送出去了 而且他预计在2020年要 全数输出 总共八批三年的时间 好 问一下佩君呢 你看一下针对一样的议题 为什么小英对于这个蓝料棒这么急 可是对于我们的公投案 双重标准 感觉慢一点 我就是刁难你 不让你过 怎么回事 我要提醒中选会 他大可以颁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 出来阻挡乙和养绿的公投 但是他挡不住这个民众 对乙和养绿公投的热情 还有对这件事的重视程度 如果他再让刻意刁难的话 这个愤怒到时候中选会挡不住 蔡政府保证也挡不住 我举一个例子给各位参考就知道 这个乙和养绿的联署公投 其实已经在全台遍地开花 已经好一阵时间了 那因为这个九月中 要冲刺最后一波 所以上个礼拜 我听这个发起人士手讲了之后 我们周末就是前几天 礼拜天在大安区 又再加办了一场 三个小时之内 我收到超过三百份的联署书 你要知道 现在已经在这个联署 很后端的时间了 三个小时之内 还可以拿到超过三百份 你就知道这个民众 对这件事情的关注程度 而且中间有很多人 看着这个很感人 那个老先生为了要 因为我们提醒他说 中选会很可能 用各式各样的理由 让你这个联署书 就是没有办法达成被认定 比如说你的字太乱 或说你上面的资料 跟你身份证 有一两个数字不太一样 理零没有写清楚等等 老先生还专程走回家 去拿户口名簿 然后再非常慎重 回到摊位来 一字一句写下来 因为我们一直不断地提醒他们 一定要正凯填写 资料一定要正确 因为我们都知道 中选会一定会找遍 所有的理由 让这些辛辛苦苦 联署出来的联署书 最后被判定是不合格的 大家早就有心理准备 但是我必须要说 中选会这个态度 是非常可笑的 2017年的时候 立法院已经做了修法 那时候对公投法的联署案 除了降低联署 跟通过的门槛之外 同时也有要推 就是电子投票 电子联署 还有不在一起投票 这个都有过关 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样的修正 就是要让民众 更直接地展现立法意志 可是你看时间 已经过去一两年了 民进党自己身为 国会的多数党 建制牛不化 为的是什么 为了就是让现在 这个公投联署 还在用原始人的方法 用职本联署 职本联署对它没有什么好处 合我意义的案子 我很快审查过关 不合我意义的案子 我就让你大批大批的联署 说你写的没有用 我让你堆在那边 我没有空去审 这就像学校已经开放 学生可以缴电子党的报告 助教来说不行 我一定要收职本 最后根本没时间批改 那抱歉当你报告没交 这样的态度可以吗 这政府还要不要脸 宏林你来看一下 大家有误会中选会吗 这样百般刁难 应该上面我们这样直接解读了 感觉大家都是按程序在走 但是为什么中选会百般刁难 而且重点是 我们看到这个何四兰料棒 急着送走 现在是不是我们说民进党政府 还是我们小英总统 已经开始急了 那个选举时间已经快到了 坦白讲我非常不客气地讲 就中选会做这样子的一个 强多做解释的 这样子的一个解释 所谓行政程序 跟所谓的这个作业时间 这样的一个方式 是一个完全的自我阉割 跟自我矮化 我们都讲民主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选先与能 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中选会 你中选会怎么样去做一个认定 你中选会怎么样去做 它的一个行政程序 这个其实非常重要 它是往哪一边偏颇 我们就讲就是说 它在用它的行政裁量权 在做刁难 过去你可能听到就是说 好我在做很多单位的 这个立法的这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 一部分会受到立法单位的刁难 一部分会受到行政单位的刁难 但你常来没有听到就是说 中选会居然会在选举上面做刁难 而且讲什么 它里面已经包含十天的作业时间了 对 那你现在还跟人家讲 就是说你还有 你还要再多什么 再多七天的作业时间 而且是在什么 是在你过了这个时间以后 也就是说你 我们是 我们这两天 他才讲这件事的 就是说好 原定原本的截止时间 是9月6号 但是因为我们这边现在作业不及 告诉你 其实8月底前就已经结束了 那这种讲法 其实坦白讲 不是刻意的在卡案子 什么叫做刻意的在卡案子 所以我觉得说 蔡英文政府可以多做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解释 去解释就是说 他想要去做什么 因为我可以跟大家报告 大家记得小英访美人的时候 谁去接他 一个叫新墨西哥州 的一个叫Suzana Ropets的州长 那奇怪了 他在加州落地 为什么新墨西哥州的州长会去接他 因为很简单 小英已经签署了一个合约 就中油签了一个合约 这个合约是25年250亿美金 也就是每年10亿美金 跟新墨西哥州采购什么 采购天然气 那也就是说 你现在左手把燃料棒全部送出去 送了两批 然后右手采购了什么 250亿 两件事情都在花钱 250亿的燃煤 的燃气 天然气 那你这样子不是在做什么 你合约都签了 你该做的都做了 那你就在逼大家什么 逼大家最后什么 就是用所谓的火力发电 那如果你要这样做 我认为应该这样说 一个英明的政府 他应该是等到什么 等到公民投票的结果出来 按照公民投票的结论 然后大家再往这样的一个方向走 这是一个英明的团结的 有为的民主的政府 尊重民意的政府会做的事情 但一个完全不尊重民意的政府 只顾自己走自己路的政府 他会做什么 很简单 就是左手跟你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右手已经做了选择 然后当你在使用所谓的直接民主 大家辛辛苦苦在做联署 去表达意案 一切合法跟合程序的这个状况下 居然还可以无耻到用所谓的 这十天的这个作业时间 还要再加七 所以对不起 你已经超过时间了 这种烂招中的烂招 这样子的一个部分都可以去做 其实坦白讲 我觉得这个中选会主委 他自己最近应该是要小心一点 对啊 因为我们常常讲 就是说 你在你的这个职责的范围里面 你做了超过你预举的事情 那这件事情 我觉得中选会主委 如果我是他 我一定会辞职 他不会他不会 我补充一下 中选会主委他的背景 当时在立法院审查的时候 他就是过去绿营的御用学者 绿营只要有任何的会议什么 都是他代表绿营去开会 都找他去 所以当时我们指引他说 那你这样子的一个身份 你可以很客观 中立来执行中选会主委的角色吗 因为我们通通都是 不屑去投下他的同意票的 他说可以 嘴巴说可以 结果他现在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违反了他的行政中立的预访 那你以直接人权这样的价值 去跟人力的提升 这两个来衡量 到底哪个性哪个重 当然是直接人权实现是最重要的 那另外我们就成本考量 如果说这个公投 没办法绑大选的话 另外择期办理 你要花多少的成本再继续做 所以民进党的心中到底有没有国家 只有选举没有国家 他的行政中立的原则 从当时国民党送案的时候 然后人家说 因为你签署的量太大 所以我只能一案一案收 然后还要我们的资料在那边隔夜 然后再挂号排队 他是用从前面你送案 就一案一案这样子卡 然后他现在自创的说 是因为你们量太大 然后自己还自设其成 一下子说9月10号 一下子说9月6号 只要你没有来的 他就是急着要把这个门关起来 就不算数了 特别他想关的 就是黄世秋他们这一案 乙和养绿的这一案 因为为什么 他只要把这个门关起来 只要不能公投绑大选 大家都知道 公投是这样 只要能绑大选 他的投票率会高 所以他过的几率高 他只要让你这一次来不及 11月24号一起去投票的话 那即使明年他讲的很好听 那之后我们会另择期再办 择期再办投票率就低 就让你过不了 就让你这个案子开始负重 所以我觉得中选会 如果把自己 就是作践到这种程度 明明该行政中立的 但是一面的去奉承上议 去看民进党现在到底要什么 而来违反自己的行政中立 这个将来历史 其实会留下记录的 当民进党的候选人 都登记完成之后 然后你就大来的话 就是跟大家讲 就是说因为我们行政 没有办法附和 所以我们其实 干脆前面这一块就要做了 我们截止已经到昨天了 对不起 虽然到礼拜五 登记到礼拜五 但我们截止到昨天了 这一样的道理 这样可能太明显了 所以怎么会去做这么丑的事情 议员选举你不敢做这件事情 公职人员选举你不敢做这件事 为什么公投你敢做这种事情 其实9月6号跟9月10号也没差几天 就差四天而已 那你说人力不足的话 你不能补充人力 其实这个理由真的非常奇怪 因为公投就是要保障大家的直接人权 那你以直接人权这样的价值 去跟人力的提升 这两个来衡量 到底哪个轻哪个重 当然是直接人权实现是最重要的 那另外我们就成本考量 如果说这个公投没办法大选的话 另外择期办理 你要花多少的成本再继续做 所以民进党的心中到底有没有国家 只有选举没有国家 那今天早上把染料棒送出去 不能等等吗 他们讲法就是说 送出去花6.9